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我相信大家都看了蒜片香蔥油的做法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從外國回來香港 第一件事,會問我幾件事 嘩,哪裏有奶茶喝,哪裏有咖喱魚蛋吃 沒想到咖喱魚蛋也很受歡迎 這咖喱魚蛋的確是香港歷史文化遺產的其中之一 這次又和大家吹吹咖喱魚蛋 這些咖喱魚蛋是很普遍的做法 但我們以前做的那些魚蛋,全部都是蠔油魚蛋 甚至乎一些清水魚蛋,還有咖喱汁 我之前也做過一次,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現在很普遍,那些咖喱魚蛋,黃錦錦的 那些咖喱魚蛋是怎樣做呢 還有當中有什麼好吃的竅門呢 就和大家說 還有一些炸魚蛋,我也不建議大家自己炸的 在超市買的,我們重點就是這個 蒜片蔥酥香油,那怎樣製作呢 那大家可以在YouTube搜尋一下 職人吹水蒜片蔥酥油的做法 這樣你有這個油也是咖喱魚蛋的靈魂所在 為什麼有些餐廳食店,或者小食店 他會做到奇門如是,沒有生意 其實他很厲害的,可能就是自家製的香油 除了自家製的香油之外,還有兩種醬料 咖喱魚蛋,說明了,一定會有咖喱醬 我們還有另一個主角,就是薯喉醬 有時候我們外面吃的咖喱魚蛋 它不是很辣的,但是有咖喱的香味 那怎樣做到這麼深色呢 就是有些黃薑粉 除了以上的材料之外,還有一些熟了的蔥酥油 我們還要準備一些蒜蓉和乾蔥 那為什麼我們炸乾蔥又要做生的呢 大家有沒有在外面的海鮮袋 吃過一個叫金銀蒜蒸扇貝 為什麼要用金銀蒜呢 我們要利用一些熟油和一些半乾的生蔥來爆香醬底 那這些生蔥你不要切到很大粒 切到很小粒 那盡量混在醬膽裡面,就是最理想的 那在外面做事,或者吃東西 做你吃這些咖喱魚蛋 有些孔味之迷,就在這裡 你放了多少心機時間 那些顧客過來吃東西,他們會吃出來 啊,為什麼這個咖喱魚蛋呢 就是特別香啊 那這些蒜頭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把蒜頭拍完 那盡量切成蒜蓉 萬事俱備 封就不用,火就要了 開個小火,先燒一下 好,我們先把蒜頭倒進去 那我們就二話不說 就倒了我們的主角 一些香蔥油倒進去 那接著我們的乾蔥呀,蒜蓉呀 慢慢下去 那又慢慢火了 先去推香它 不要太大火 接著我們再調整這個 咖喱,浸咖喱那個 叫做湯啦 那這次我大約做 五百至六百毫升 那些浸咖喱的那些 我大約放一茶匙 左右的咖喱蛋 至於哪隻咖喱蛋 大家可以試一試 只要我用開這個 它就會比較辣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 其他那些 辣椒粉 或者紅椒粉 那與此同時 我亦會加回 同等份量的柱油醬 那就是一個 茶匙 大家要記住 那些醬料 你的匙羹不會有生水 如果你有生水 你的醬料 你也會很容易 如果有時候買醬料 買到一些 這些膠蓋這些瓶 用完就盡量保留 這些你保留 你拿來儲存一些 酸熊豆豉醬 這些膠蓋 好過鐵蓋的那些很多 因為它不會生瘦 接著我們把色冷的黃薑粉 我們主要是調色 把這些咖喱魚蛋 那你的咖喱湯 夠色的 至於咖喱魚蛋 深色的吸引程度 就會更開心 如果你全部加了咖喱 有時候你太辣 反而會影響咖喱魚蛋的味道 我們不要太辣 我們就拿個顏色 就可以了 那當調好咖喱醬蛋之後 看看我們的乾蔥 爆到差不多 有個香味 那些乾蔥蒜爆到最想有的 是金黃色的 那都是給點 心機時間下去 那這裏 我們以前 小時候 住在清智景村上 我們有個魚蛋佬 那個魚蛋佬 做什麼魚蛋佬呢 它會教一個 類似的蠔油湯底 那些 浸著魚蛋 這樣我們就剁一串魚蛋 這樣就會做些甜醬 辣醬去吃 大家看到的 一串色的蒜蓉 我們隨隨隨隨身 把咖喱 柱喉醬 黃薑粉 全部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保持著這個火爐 慢慢推 大家要設計 底部要金黃色 不要推到焦 放了醬蛋 我們推到它 全部就 起走泡泡了 想它更加香 我們就在鍋邊 放少許酒下去 然後我們就 二話不說 我們就 大約五百毫升 左右的清水 我們就 其他醬蛋的 我們就做完 我們就倒進去 先倒進去 那現在調味 就輕輕放少許胡椒粉 因為始終是用來浸魚蛋 這個醬蛋 除了辣味的來源 主要味的來源 就是雞粉 或者雞汁 那些雞汁 我們大約落兩個湯匙 我們落完雞汁 攪勻它 先補其他味 鹹味 我試過之後 那個味道都差不多 所以鹽味就不需要再加了 現在我們就補半茶匙的砂糖 等它和一和的味道 所以更加好吃的 我們下一個湯匙的生抽 讓它更深色 現在就越話不說 把炸魚蛋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等它浸 把魚蛋放進去 等它慢慢浸 如果你說 我做這個醬汁 我外面做生意 可以嗎? 但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是一度做生意 做生意的 你做生意的 你做好兩三碟 這些咖哩魚蛋汁 做好一碟不辣的 不辣的 你不就用一些 柱喉醬 那樣 用一些蠔油 那樣就開個醬汁 豉油老抽 那樣 不要加咖哩粉 那個就 這樣又加一碟 這樣就浸著魚蛋 你一浸就分開兩碟 三碟 那樣就是浸 那樣 因為你這碟 你差不多賣完了 那你就浸一碟 但是浸這些醬汁 你還是要有個注意的地方 因為你不停的 開著火去浸它 很多時候 就越浸就越鹹 那些魚蛋 那些魚蛋 這樣浸到它 怎樣為之粒呢 它微微 脹身 那些魚蛋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滾它 滾到魚蛋 哇 脹到整個波 那樣 它又收縮 那些 你拿多好貨回來 那些魚蛋 你都不好吃 那些魚蛋 我們還是要慢慢浸 然後再浸 那當你調了一個蠔油底 一個咖喱底 那 那 那 是不是只是浸魚蛋呢 那 那這個咖喱汁 用來浸那些 那些 齋 那些齋根 那我們小時候的魚蛋佬去 都有些齋根 那通常就放入那些 蠔油湯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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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蘸一蘸就變成酸炸 當有請客人來 喂 老闆一串魚蛋 那裏 我們就夾著 那慢慢就 穿起 那一串魚蛋 有多少粒呢 啊 現在 十幾元吋的 那些魚蛋 如果是熟的 那就做多一粒 啊 開不開心啊 看到就開心了 是不是 哇 好吃啊 那就再來多一串 那現在 你未必吃到一串串的魚蛋 為什麼呢 它全部都是用外賣杯 一盒一盒給你的 但是 如果我出去吃 如果穿著魚蛋 那我堅持我也是買一串的 因為是刺魚蛋 啊 嘩 嘩 不要了 不要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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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雖然就說有少少少倫頓盡 但是又有兩串咖哩魚蛋 就呈現眼前 那如果至於我喜歡吃的這些咖哩魚蛋 我會再加些什麼呢 加些甜醬 下去 那現在當然你甜醬 很難買到 那 烤一點點海鮮醬 開一點點油 做一點點甜醬 這樣 相得益醬 那至於這個咖哩醬底 除了用來浸魚蛋之外呢 你又可以買些土油啊 牛拍葉啊 回來啊 這樣 浸了去也是相當之好吃的 啊 不會浪費的啊 那這個咖哩蛋的用途 都是相當之說法的 不單是用來浸魚蛋啊 那你甚至乎你買些龍蝦丸 回來浸啊 都是相當之正的 這樣用來浸牛拍葉 是不錯的啊 喜歡吃咖哩魚蛋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我星星啊 喜歡這個 一些咖哩汁 基本烹調方法的網友 就訂閱我職人 出去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會員繼續推出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那下條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那什麼時候呢 看一看片沒有 片沒有什麼 看我吃魚蛋啊 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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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之入味 咖哩味很夠 那做這個汁呢 你的味道要濃 咖哩味要夠 不要太辣 不要太鹹 最重要不要太鹹 這些魚蛋呢 我現在有一個基本味道 咖哩汁 就是提升魚蛋的香味 當中的竅門就是這樣